西藏的自治区 我们始终坚持推行 一系列的有利于民族地区 优秀文化保护和发展的方程政策 特别是18岁以来 我们西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护和传承 这一点总体上 前面王刚部长和金海主席做了介绍 一个就是我们非裔的保护传承 多有成效 下面我给大家同报一处数据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自2012年以来 中央和自治区的财政 累计投入3.25亿元 支持西藏的非保护事业发展 我们格萨尔藏系和藏药御法 已成功地列入了 联合国人类非裔代表作的名录 现在我们有各级各类代表性的项目有2800项 代表性的传承人有1668名 所以我们总共也只有360多万的人口 还认定了国家级的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4家 自治区级的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2家 命名了由8个非裔特产县乡村 19个非裔流禁区 159个非裔传系基地和153制民间藏系团 建成10个非裔保护灵营设施项目 特别是完成了30名高龄的国家级 10名的自治区级的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工作 同时我们现在全区是有非裔工房173家 这也实现了非裔活态传承 有个体到穷体的一个非裔 二是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方面 我们基本建成了 徐时县乡村5G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服务体系 实现了各地市有图书馆 穷义馆 博物馆 县县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厢厢有综合文化站 我们还组建完成了5492个文艺演出队 实现我们新政村的全覆盖 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新政村 都有一支文艺演出队 但是我们的文物保护令发展全面加强 国家先后投资进4亿元实施了 布拉拉宫 伯布林卡 萨加斯 西藏 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 目前我们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三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0处 至徐集文物保护单位616处 国家投资6.6亿元 实施了我们西藏博物馆的改革建工程 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文物的保护状况 我们的博物馆不管说是现在在全国各省区最好 应该是最好之一 所以欢迎大家到了西藏去了拉萨的时候 一定要先到我们博物馆去看看 大家就会有体会 四十全区的古籍普查应用基本完成 我们已基本完成了各地11160家收藏单位及个人的古籍普查登记任务 普查的总量达到1.37余万条 同时我们制作了版本输引6.9万多幅 初步形成了以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为主 第十县文化部门收藏单位个人为参与主体的古籍普查和保护网络体系 国家计划用十年时间投资三个亿实施的不大拉宫古籍文献 贝野经等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现在进展顺利 全区有290亿罕珍贵的古籍入选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管理处、西藏导案馆、罗布林卡管理处 四家古籍收藏单位也成功地进入了我们全国古籍保护的重点单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